你能想象得到吗?在时隔了多年之后,张学友和谢霆锋,这两位顶级的演员,以及顶级的歌手,居然再度一起合作了。 早在十多年前,他们一起出演的《四大天王》以及《十月围城》等剧,都曾给观众们带来过无数的精彩。 而到了如今,他们再度合作了,并且除了他们外,还有着多位熟悉的明星,也参演了这次的新作品。 那么就来看看,在他们出演的新剧中,到底是个什么阵容吧? 情况可能大家都知道了,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网络上传出了多张,张学友等人的最新照片。 据说在那些照片中,是他们新剧的《沙青庆公宴》,在现场里面,被拍摄下来的画面。 在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谢霆锋和张学友,他们站在了投资人的两边,站在中间的那位,就是新剧的投资人杨寿成。 而且其他照片中的杨寿成,还与另外的两位演员,同框在了一起合影,气氛看上去非常好。 然后除了他们之外,另外的一位影帝吴振宇,当天也现身在了里面。 吴振宇在当时,与赵雅芝的丈夫黄锦身,两人共同举着酒杯,在那里庆祝着沙青。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,在他们的合影里面,并没有赵雅芝的身影,让人感到了有点遗憾。 当看到这些照片之后,不少的网友都表示了,有这几位大咖的出演,相信必定又是一部精品。 毕竟在他们当中,不管是张学友也好,还是谢霆锋也罢,甚至还有那位吴振宇,都是一些实力爆棚的演员,在演技的方面上,根本不用担心质量。 而且他们的配角当中,也是一些实力优秀的演员。 比如那位石修,曾出演过许多的作品,虽说都是配角,但他的实力,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。 所以他们的这部新剧,相信在上映之后,估计票房口碑方面,应该不会让人失望。 早在前一阵子时,其实在网络上,就已经曝光了多张照片出来,都是他们的花絮路透照。 在当时后的他们,谢霆锋和张学友,以及那位吴振宇,都身穿着警服,造型看着超级帅气。 据说他们的新作品,名叫《海关战线》,讲述他们几个人,在剧中饰演的海关调查员,侦办一宗走私案的案件时,却被卷入暴力袭击的故事。 而作为香港的警匪大片,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,基本都是剧情超然,以及内容感动的类型。 所以他们的这部剧,估计也会给到大家,再次带来许多的精彩,毕竟多位实力派的大咖,都加入了当中的阵容。 最后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喜欢那些香港的警匪大片吗?或者喜欢这几位实力大咖吗?欢迎把你的个人想法,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这都被刑,刑或设止他的被刑,刑或设计的被刑,刑或设计,并非有侵估的可乐警,刑或计输、裳异的维亚、直到西方的身内。 你还是有了解! 《西方的游战》